好,是尖星心理學,這次我們來到第九功 這次都是講一個算了,不要開這麼大上頭 如果可以就一個小時內完結了 因為我有點累,現在開始要上課 即是日後要上課,我們又多會開,早上做 是有點累的,但當然我也是 我的疲累其實透過教學是一個緩解 所以如果大家問到有趣的問題,或者聊得開心 我們聊得晚一點也不是太大問題,對我來說是一個休息 儘管看看我扯到有多遠 尖星心理學,我們這次講到第九功 這個第九功其實都去到比較後半部的階段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這個是天頂 就是屬於人人見到的部分 所以我們之前說到第七、第八 七就是跟他人的關係 八就是聖與死亡,我們上次說 這些都是比較能夠在外在世界顯現出來的東西 而去到第九功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我們那個所謂的左手邊 也就是所謂的東邊,就是屬於主觀的部分 屬於自由的部分 然後在西半球 就是所謂的456789 我們屬於命運的部分 或者你叫做業力也好,宿命也好 我講第一功的時候已經解釋了為什麼 所以我不重複了 那麼第九功就去到這個所謂的屬於命運的部分 最後的一個功位 OK 所以他跟什麼是有關呢 首先他是第三功的對功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那麼第三功也是考問大家 我不是要特意為要問書或者要去考核大家 而是你要將之前聽過的那些東西 是將它串聯起來,要將它成為一個整體的圖畫 OK 這個也是我們今天講的第九功的主題 就是如何將碎片 第三功就是收集碎片的 那個是學習啦 對於那個世界的感知啦 是的,記不記得我們講一個小朋友 發展成長、發育到他這個說話的階段 他開始對於概念、語言、文字 有一種感知的能力 然後他亦都能夠透過語言來表達他自己 那麼人一旦有了這個語言 概念、世界之後 是的,即是這個古人有所謂的人身識字 就憂患詞了 是吧 所以他既是成就了我們的一些東西 同時亦都限制著我們一些東西 那所以如果你明白到我們之前講過幾個功 其實大家大概已經可以觸摸到這個玩法的啦 所以如果第三功他是建立了一些東西的話 但是建立一些東西同時又代表著他是一些限制的 行不行 就是我們說第一功 你生命開始 自我是中心啊 那樣樣 但是他同時是一些限制來的嘛 那所以你到第七功呢 某程度上就是要超越這些限制 然後在第二功 說到譬如是自我形象 那樣樣 你要建立回應出來 同時他又對你構成一些限制 所以我們要到第八功那裡來超越他 那所以 第三功 你又要透過語言、概念、文字、思想 來去把握、認識這個世界、了解你自己 但是同時他亦都構成一些限制 那我們去到第九功呢 就是要突破他、要去超越他 OK 那所以第九功其實傳統地來講 我們會叫做什麼名字呢 他會叫做是旅行功的 但是一切這些名字 我之前講的那麼多個功 都是同一個判斷的而已 就是你仍然要 叫做金錢功 第二功就是講錢 你仍然要叫做死亡功 第八功就是死 就是握功 這個 第五功就是兒女功 就是講你生不生仔 你仍然要這樣理解的話 那我就沒什麼好說了 就是不能夠望聞生意的 OK 所以我們之前 我講過的了 我不介意用回這些名字的 但是我就重新賦予一次的意思了 究竟什麼叫金錢 什麼叫死亡 什麼叫做兒女 究竟他在代表的是什麼東西 你不是單是字面的意思來的 其實裡面的內涵意義是非常之深遠的 所以旅行的意義 是一個過名的 是不是陳以貞 究竟旅行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這個呢 跟我們之前說的射手座的時候呢 我已經有提及過一點點了 所以這個呢 大家記得那個宮位 和那個星座 OK 十二宮位和十二星座 那個主題 那個一些法則 其實是有一種的扶應的關係的 不過如果當它發生在星座的時候 就是更加在說那種什麼呢 能量運作的模式 心理成長的模式 但是當它發生在宮位的時候 就是在說那個牆域 那個能量發用的牆域 行星是什麼呢 行星就是那個主題 行星是要熟悉的 不然你是看不到盤的 你要熟悉到一個地步 就是一旦出來 就是你立即扶應到 就是幾樣東西之間的關係 再重複一次 那個比喻 OK 這個比喻挺好的 因為 以你看舞台劇來說 或者你電影也可以的 OK 那個的 行星是誰呢 行星就是演員來的 OK 行星是演員來的 然後 那個星座是什麼呢 是劇本來的 是劇本來的 然後 那個的 或者是對白 星座 而那個的 我們叫做 宮位是什麼呢 宮位就是場景 OK 就是你那件事發生是一個什麼的場景 而場景不僅是物質層面的東西 場景是決定了氣氛的 OK 因為你舞台劇那些就更加是這樣 整個舞台是告訴你 那是一個怎樣的氛圍 OK 所以這三者的關係就清楚了 所以 你對應射手座的時候 我已經說過了 旅行其實是什麼意思 旅行是一個距離感 是一個陌生感 你能夠離開你本來身處的那個地方 那個位置 然後有距離地去檢視你自己 你本來正在做的事情 以及你身處的地方 以及你自己整個人的基本的狀態 OK 這個就是旅行的意義了 所以 旅行其實是一種心態 而不是一個動作來的 OK 它不是一個活動來的 大把人是去了旅行 但是沒有發生到這個作用 為什麼呢 我已經說過了 因為他去到旅行團 他一樣是吃買玩睡覺 他一樣是玩電話 一樣是周到打卡 一樣是用手機用螢幕來看東西 OK 然後他去到當地 就是有了會說廣東話的導遊領隊 他全程是一句當地話都不用說 一句跟當地人的親身接觸都不需要有 然後甚至乎是 他是躲在酒店吃杯麵的 請問你做的這個所有的事情 跟你在家看YouTube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如果你去旅行去到這樣的話 是不是 是真的沒有分別的 所以旅行的目的就發生不了 所以旅行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離開你本來所屬於的地方 所以第九宮叫旅行宮 是沒有問題的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要明白旅行是什麼意思 OK 這裡說的旅行是什麼意思 好了 如果對應那個作為第三宮的對宮 第三宮是說一些很心智層面 概念層面 思維、世界、語言 OK 我們並且透過這些東西 經過第一和第二宮之後 第一宮是說生命的本身 第二宮是說你的自我形象 身體的界限 然後你由一個生命的自我 身體的自我 身體的自我 而這個人某程度上是獨有的 你可以說是人作為一個高等的動物 第一、二宮的世界都可能有 那就是第三宮了 那方面的能力 就不是動物世界可以企及到的東西 好了 但是它在代表著的 就是和它所 是一種很個人的 是很個人的 對於這個世界的一些看法 因為你的概念、你的語言 其實是會無造你的世界觀的 OK 所以去到這個第九宮 去到第九宮就是怎樣呢 就是我們對應於第三宮所建立出來的 這些很個人化的世界觀 所以第九就變成什麼呢 不只是我了 就變成我們 或者我和你 OK 所以那個世界觀就變成不是單一的 而是一個多元化的 第九宮某程度上是說的 當你成長去到某一個階段 我們用回那個成長發展理論 在第八宮大家經歷了什麼呢 勝與死亡 而我們上個星期也說過了 死亡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每天都在經驗的 OK 但是我們在某個意義下的 某個的自己 其實是不斷地死亡 所以傳統地說會叫做摘壓工 和苦難的東西有關 通常不是很受的 這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因為苦難的而且確是會令到我們 扣問這個問題 OK 通常有些人 譬如他死過翻山 或者他這個叫做大病一場 跟著他是有機會重新去檢視他整個人身 OK 就是我本來是這樣認識自己 本來是覺得某些東西是重要的 但是經過那些遭遇之後 他有一個大的反省 然後他 就是整個世界觀 整個人身觀可以是轉換了的 OK 這個某程度上就是由第八過到第九的一個 的一個階段的發展 OK 你經驗某意義下的死亡 然後某意義下的苦難 OK 你穿過了他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能夠以一個新的視野 來到去理解人生 然後 然後 一個人能夠成功地通過苦難 就有一個竅門 OK 有一個竅門 當然這是一個很古老的問題 也是一個哲學問題 就是人究竟為何會受苦 OK 究竟 人為何 這個世界為何會有苦難的存在 OK 這個特別在基督教是討論很多的 當然 我們可以留下星期五說的 真是在基督教傳統裡面 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討論 有很精彩的 神學思辨在裡面 來到去發生的 但這個留番是八五才說的 但是就算不是基督教背景 究竟人為何會受苦受難呢 OK 那麼我們人類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 就是如果我們對於苦難 能夠有一個意義與目的的一種理解的話 OK 你能夠有某一種的信念的話 這個人呢 是比較容易面對 以及比較容易去 超越到那個苦難的 行不行 即使說 面對苦難的竅門就是在於 你能夠問到一個問題 然後找到答案 OK 或者不一定找到一個很實的答案 但是你在 你在追求答案的過程裡面 這件事的本身呢 已經是能夠幫助到我們去到面對苦難的了 就是這樣 所以 譬如你生病 OK 究竟人為何會生病呢 究竟為甚麼呢 所以 一些很簡單的通俗的回答 譬如就是怎樣 譬如就是 一些宗教式的說法 譬如你做得多壞事 這是報應來的 OK 這是一個解答來的 就算這個解答未必很合理 或者它未必說服力很強 但是它是一個對苦難問題的 很古典的答案來的 是報應來的 是報應 因為你做錯事 因為你曾經做得不好 然後你還未會受苦受難 對了 這個是該死的 OK 這個是該死的 但是這個答案呢 你只要動一下腦筋去想一想 你就會發現 這不是很合理的 你明明看到 你這個小朋友 他生出來已經 斷手斷腳 天殘地缺 這個小朋友去做錯甚麼 而令他要受這個苦難呢 你覺得 你說如果是一個人犯過事 OK 即是他最後幾年有報應 即是香港現在很多某些物種 某些官員等等 大家都說看他最後幾年 那這個我不評論太多了 我就當他後來真的有報應也好 OK 但是這些小朋友 他很明顯 為什麼有一些人 他在受的苦難 和所謂他的道德上的錯誤呢 你沒有辦法劃上一個比例上的關係 就是一個人慘到這樣 你說是因為他犯錯 他犯了甚麼錯啊大哥 就是他犯了甚麼錯 令他 deserve 一個這樣的苦難 你會發現是為甚麼都解不通的 那所以 有其他不同類型的答案 就會應運而生 譬如就有人說 就是 不是他做錯 而是他父母做錯 所以我們就怕這個甚麼 就叫生兒母屎乎 OK 是會禍言子孫的 是他的祖先做錯 是的 那這個是其中另外一個的答案 然後子劍譬如說到了 是的 有人就是會說 你今世沒有做錯 但是你上世有做錯 那所以 你就是前世做得壞事多 所以你今世就會受報應 那然後 這一種的答案 就比較具安慰作用了 因為為甚麼 因為證實不了 是不是 我鬼知道你前世是誰 行不行 然後他有另一種安慰作用 譬如你現在看到有些 中國古人已經說了 就是殺人放火金腰帶 收橋保路無私鞋 是不是 你見到那些做好人一輩子的 結果是很差的收橋 然後你見到那些壞事做盡的那些 OK 你見到那些壞事做盡 現在香港有很多 你見到的 但是你見到死之前 你又好像不是見得到有報應的 那你就會覺得很不屑 OK 這群人做了這麼多壞事 他為甚麼可以得到善終 反而那些 就是拋頭顱灑熱血的 結果死得這麼慘 這個世界有沒有天理 而只見你講的這個答案 他就提供了另一種宗教式的安慰作用 就是怎樣 就是他今世不報 但是他下世必定要報 可以奏罵他 他下世投胎一定就做 投在哪裏 然後不知道有甚麼的經歷 做豬、做狗、做牛、做馬 一定是 當然這些語言 我經常都講的 我跟同學上過課都知道 這些華人世界的語言 其實是很潛意識地歧視動物的 OK 就是你覺得做牛、做馬、做豬、做狗 就是一件報應來的 所以你可以看看我們的文化語言 是多麼敵視動物世界 是不是 豬貧狗友 其實豬和狗友是甚麼得罪你呢 老實說 你真的跟狗相處過 真的跟豬相處過 你會發現 其實是很可愛 也很聰明的一種物種 比很多人更加值得親近 那你為甚麼說別人豬貧狗友 狐貧狗黨 狐家虎威 這些全部這樣 中文的四字成語 說到動物幾乎都沒有好東西 蛇鼠一鍋 是不是 我大量例子可以舉 我以前教中文 經常講這些 所以我勉勵同學的就是 OK 我勉勵同學的就是 學語言 學任何一種語言 你學得夠高的話 你不是背著甚麼 甚麼Tenses 那些甚麼過去式 背著甚麼主謂斌定狀 甚麼形容詞 你學任何語言 你不是停留在這裡的 你學任何語言 你是穿透到進去 他的文化底蘑的那裡 OK 這才是在學一種語言 所以你學中文 我不講老土話 要大家 先學好中文 我在儒家境秋講過 你學中文 你就是要穿透到 我們正在用的這種語言 他背後的文化意識形態 究竟是怎樣 他模造一種怎樣的世界觀 特別是對於你的母語 要有這種的自覺 以及這種的反省 你學外語 就是一個很好的橋樑 去讓你反思自己的母語 是一件怎樣的事 OK 母語就是我們 你本身在講中文 講廣東話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這也是第九宮的主題 所以我剛才剛剛講的 就是 中文世界 你看那些四字成語 那些 全部都是 鼠舌狗偷 賊就是怎樣 就是老鼠 就是狗 其實狗真的很慘 又狐貧狗黨 又豬貧狗友 又鼠舌狗偷 又鼠舌狗偷 那樣 就是說別人做狗 那樣 其實老實說 你把那些物體罵做狗 你都侮辱了那隻狗 是不是 狗其實是 其實是真的很善良 還有很 其實狗談不上是善不善良的 因為我覺得動物是沒有道德觀念的 是的 但是狗是人類的朋友 的確是 但是我們的語言世界 就是會預設了 OK 就是會預設了 嗯 是會這樣 所以這個是要意識的 我們沒有辦法完全不用 但是 但是你用的時候 你要具備這個反省 OK 你不是將那些背後的意識形態 照單傳收的 所以如果不是的話 你自然地就是會敵視了這個動物世界 然後你就可以透過你的語言 那叫做洗腦了 這些就叫做洗腦了 是的 就是你用到已經一個不自覺的地步了 你在學講話的時候 你如果從來沒有反省過的話 OK 你一有反省過 你就會發現 咦,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不是 那這個就是 也是第九功的主題 雖然我本來不是在說這件事情 所以呢 我本來在說的是什麼 我本來在說的是 真的忘記了 我本來在說的是什麼 嗯 不要緊 那所以呢 嗯 這一個的是 是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 叫做是 一種宗教式 OK 一種宗教式的 一種的解答 我選投胎 OK 某些人 為什麼他今世就做得差 然後下世你就就就他 他會投胎做了一隻狗 這樣 這個就是一種 你尋求一種的解答 我們對於苦難其實是尋求一種的解答 這個就是由第八功過渡到第九功的一個主題 OK 第八功如果是死亡 OK 苦難的話 那麼第九功就是在於 這些東西 去問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 這些問題呢 其實大家小時候未必不會問 但是你問完之後你就忘記了 或者你不會把問題 放得很深入的 OK 你問完之後你可能小時候都問過 人人都問過這些東西 譬如人為什麼會死的呢 同言無忌 但是大家小時候的經驗都可能是 就是死了之後會去哪裡 你問完之後 那些大人很不喜歡這些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觸碰到一些大人 自己都不會回答 但是 我們的大人世界就是要在小孩子面前 扮到自己是什麼都懂的 是不是 這個就是大人的悲哀 是的 他沒有辦法在一個小朋友面前 承認自己的無知 他要 在一個小朋友面前 充當到自己是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要來掩飾自己內心的虛脅 這個是 一些沒有信心的大人 的悲哀來的 是的 但是如果我們比較有 有接納度高一點的話 你就會很直接這樣承認 人為什麼會死 人死了之後去哪裡 其實是沒有人說得盡的 你可以信 你可以有一個信念在這裡 但是你也只是信 你不是知道 當然這個在哲學上 要有一個區分 知識論來說 究竟你是信一件事 是的 是不是一個well justified 還是一個知識 還是一個信 還是一個belief 這樣 這個是不在這裡討論 這些太複雜的哲學問題 所以呢 當你有一個這樣的理解 和體會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 你小時候會問過這些問題 但是你不是問得很深入 但是當你的發展和成長 去到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當你真的經驗到某意義下的死亡的時候 譬如你自己大病一場 你真的經驗到一些苦難 然後又或者你經歷你身邊很重要的人的離開的時候 你就會進入了那個生命的低谷 所以第八宮某程度上 他都是在說一種的 就是這些所謂 命運之中 我們沒有辦法避免的 生離死別 這些狀況 當你可以經歷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 當然你可以不理會它 你當很封閉 或者很cut off 就是這樣 不理會 但是其實你的心靈 只要敏銳一些 你就自然會刪出這些問題 究竟人為什麼會死 人死了之後是去哪裡 然後你會反思到一個問題 就是生命的意義 人生究竟有什麼的目的 我為什麼會活在這裡 OK 我受的苦難究竟有什麼的意義 這些問題 其實全部是什麼問題 全部就是宗教式的問題 是哲學式的問題 當然哲學有很多的分流 但是這個哲學其實是講人生哲學 你問中了一些這樣的問題 這就是去發展到第九宮的一個主題 所以第九宮其實是一種很高等的 心智的發展 你 就是你要生命有些經歷 然後你去到那個狀態 你會去問這一類型的東西 那當然譬如說大家這樣的年紀 是不是很老人家 你沒經歷過 你不會問的 其實不是的 你只要敏銳一些 人人都有 我第九宮我講過 十二宮人人都有 對了 只不過是生命歷程的問題 只要你敏銳一些 OK 敏銳一些 對於這一類型的問題 你多一些思考 不要這麼容易覺得 想來又無謂 會想爆頭 想到 就是想完之後又怎樣 你還是要吃飯 這樣 就是浪費氣 又或者你有時間想這些 不如做一些實際的事情 而實際對香港人來說 就是什麼呢 就是賺錢 這樣想這些是賺不到錢的 這樣 所以不要想了 這樣就會去到那裡 但是其實 你再想深一層 就是我為什麼要活下去 我為什麼要賺錢 我不賺錢又會怎樣 是不是 一切都是工具的價值 我賺錢就是為了什麼 為了吃飯 為了什麼 吃飯可以為了繼續生存 但是如果你根本就是在問人 為什麼要生存的話 錢對你來說是什麼 是可以不需要的 是不是 所以這些問題 你問了這些問題 其實是很危險的 整個社會會很害怕 你問這些問題 因為你問這些問題 其實你是在構問一些很重要 很深層地 動搖整個社會 很基本的結構 一些東西 所以是一些很 就是 管治者會很害怕 當我們去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 所以 當我們具備這個意識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會 去問人生在世 究竟有什麼目的 有什麼意義 然後你會去問 為什麼我會身處在這裡 OK 這個問題不是今天的人才會問的 古往今來的人也會有 但是在古時候 古時候 比較容易比較簡單 因為 古時候的宗教氣氛比較濃厚 所以很容易就把這些問題 就外判了 是的 又或者你一出生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一個 given的答案是給了你 的了 行不行 就是在 譬如你活在這個 古印度這樣 OK 你出生的時候 你的家庭的宗教背景 已經注定了你是一個 怎樣的 對這一類型的問題 你的答案是什麼 然後整個社會的宗教氛圍 容不下你有第二個答案 其實 所以在那個年代 其實答案有多厲害呢 其實不是太個人化的答案 是一些很集體的答案 我沒有辦法去想像 究竟在那個 狀態下 一個集體的答案 對個人的生命的苦難 究竟有多有說服力 OK 但是在今天 大家活在今天的好處 或者不好處 恨與不恨都是同一件事 就是 已經再不是這樣 已經再不是這樣 已經再沒有一個現成的答案 可以滿足到所有人 是的 就算這個坊間的答案有很多 但是 但是 問題就是在於 你知道答案有很多 就是一億個答案 我選誰呢 我今天選完這個 明天可以選第二個 那麼那個答案還是不是真的呢 你就會面對這一種類型的問題 這個就是現代社會 我們今天的人 所面對的困難所在 太多選擇 你反而不知怎麼選擇 然後個個都說自己是真的 OK 當個個都說自己是真的 而那些事情是自相矛盾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有些事情是沒有這麼真 或者起碼有些是假的 是不是 那你怎麼選呢 你選完之後又沒有人告訴你 是不是 就是宗教這件事 大家就會怎麼說 信則有不信則無 這些事情是觀點與角度 這樣 最重要是不要太偏激 然後再背後的台詞就是什麼 不要阻礙到上班 OK 不要阻礙到日常運作 對了 你可以回到工作結婚 這樣 有個伴侶正正常常 如果有人這樣過身 我怎麼知道你相信什麼 這樣 那些就是很個人化的事情 你走去跟別人聊 大家覺得你傻傻的 什麼好聊 這些事情 就是你試試找日常去跟同學說 其實你覺得這個世界有沒有神 這樣 大家會怎麼樣 嘖 嘖 這些事情 聊來有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 你反而聊一下 某個明星漂亮不漂亮 啊 電影好不看啊 哪裏特價去買啊 這些反而有些意義 是不是 你忽然間再去聊 這個世界有沒有神 人死了之後究竟去哪裡呢 這個 究竟人生在世有什麼目的呢 我活在這裡究竟是有沒有意義的呢 我 這個宇宙的存在究竟有沒有目的呢 這對古人來說是最大的問題 但是對現代人來說呢 你拿這些問題出來問 大家就會當你 哈哈哈哈 厲害厲害 哈哈哈哈 接著轉過頭就 覺得你是一個怪人 OK 就是這樣 那當然這個 所以 嗯 所以 今天的問題就是在於這個第九宮 對現代人來說是比較難處理的 原因就是因為 整個社會不鼓勵我們去討論這一類型的事情 又或者 就算你要說 大家都承認 是有的 大家說一下 但是大家會用一種極端個人化的方式 是個人化到一個地步 他不會放在一個公共領域的那裏 去到這樣去討論的 OK 自小到大 你有沒有試過公開地跟別人討論這一類型的問題呢 OK 你會發現其實是很難的嘛 你說去教會可能有 但是教會是 given了一個答案的嘛 你不是真的可以跟他討論的嘛 教會是有一個現成答案然後塞給你 OK 是一件這樣的事來的嘛 而不是有一個開放度 我們一起去討論一下 OK 大家都會覺得這些沒什麼好談的 看看紫健說 整天要男朋友談這些事情 他就 他都 你都做什麼敢問的 那是啊 大家都會有這些經驗 但是其實大家就會明白 這些其實是很重要的問題來的 它是影響到你 你怎麼去理解你自己 以及它是會影響一些你日後怎麼做的選擇的 人生有意義和沒有意義 這個世界有神還是沒有神 死了之後去哪裡不去哪裡 它並不是一個發生在將來的事情 這些事情的意義全部是在當下發生的 這個也是第九宮的主題 OK 你如何理解你現在目前發生的事情 其實是 是一個意義的追問 OK 你如何理解你現在這些事情是什麼來的 究竟你日日遭遇的發生的那些 究竟是什麼來的 你很想有個旁述告訴你 OK 或者網上有那些迷因圖就會說 就是 我很想我的人生是一場電影 有沒有配樂可以告訴我 我應該如何去理解我現在發生的事情 OK 因為大家讀FDA你就會知道 電影欣賞的裡面 OK 其實配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 你一套電影裡面 就是有人會說配樂就是他的靈魂 來的 因為其實他是 就是告訴觀眾 他正在詮釋那個畫面 其實 作為一個電影語言來說 所以 一套電影的配樂好與不好 其實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關鍵 是的 就是坊間的 現在很多通俗的戲 就是 唯恐 唯恐的觀眾是白癡 OK 就是 現在這場戲很傷心 就是 讓這個女主角都在哭了 就是這樣 你就要播一個悲情的音樂 這樣 用不用 你不播 我不知道他正在傷心 那你播來做什麼 可能這首歌要銷售一下 我不知道 這樣 所以 電影配樂 不講太多的戲 又要講到別的地方 所以呢 我們就是有一個 是的 我們是一個意義的富裕者 在現代的社會 我們是一個意義的富裕者 是的 在古時候其實 大家活在宗教的氛圍底下 我經常叫同學看的 如果你有興趣 去瞭解那個時代的人是怎樣活的 你看這個 Ean Mac Berman 的英國導演 英馬布曼 那一套叫做經典之作 可以說是他最成功的一套電影 就是他第七封印 OK 第七封印 如果我講基督教 有機會講到的話 有幾個導演是一定要講的 其中一個就是英馬布曼 是的 他是一個 跟我背景有點像的 他也是牧師的兒子 然後他的成長 也是對他自己的信仰很多的 懷疑 然後很多的掙扎 然後基本上他的電影 所有電影的主題 都是在討論信仰問題 有些明顯一點 有些沒那麼明顯 是的 那麼他最出名的也叫做第七封印 是的 那麼第七封印裡面呢 就是有講到 描述中世紀的那些信徒的 嗯 生活的形態 是的 那麼他用很經典的就是 跟死神在這裡抓棋 的一個的 異象 來去描述 討論一個 是信仰問題 所以大家有興趣自己來看 那麼 但是門檻有點高 黑白片 又 有點悶 其實坦白說 那麼如果大家看慣一些商業電影的話 要一些時間去go through 是的 但是我也是鼓勵大家 就是試一下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進來就不要那麼 不要那麼封閉 這個也是第九弓的主題 OK 我始終也是拉回去說到 今天我們要講的東西 好了 所以第九弓整體地說 OK 整體地說 如果第三弓就是講一些 很基本很初期的學習 語言 概念 思考 溝通等等的話 第九弓就是會講一種 高等的心智的能力 OK 他高等到一個什麼地步呢 就是他會問人生的意義與目的 我究竟現在發生什麼事 我想有一個整傳的理解 我不論現在受的苦 OK 我過的快樂日子有沒有盡頭 快樂完了之後就是怎樣 快樂快樂 很快快樂就過了 但是痛苦的事情是持續很久的 人生究竟是為什麼 一個人成長到某一個地步 你就會自然有這一類型的思考 OK 當然每個人的個性有點不同 但是這一類型的問題 他總會忽然之間殺到你面前 他是不會得到你批准 不會問准你 不會有先兆 很多時候往往在人生的內 這些問題都是忽然間扮出來 難途截劫這樣 然後就問你 OK 正如伊底帕斯裡面 那個斯芬克斯一樣 難途截劫 然後問你一條問題 你答不到我 我就會吃了你 那個吃了你的意思是 他會讓你墮入了一個虛無的心願 然後你會覺得很恐懼 你再沒有辦法走下去 OK 那這個就是 伊底帕斯的故事其實可以從很多角度去詮釋 我說希臘神文的時候 我比較集中在講那個 就是 自由與宿命的主題的角度 大家有興趣找回來看 但是其實可以從其他角度去到 文學性一點去到說就可以 這樣 好了 那所以 OK 那所以 這個的 你是想具備一種宏觀的視野 去到看我們整個人生 OK 究竟是發生一種怎樣的事 並且為他賦予意義 對了 在現代社會 你就是你的人生的意義賦予者 這個怎樣也是 你可以選擇成為某個宗教的信徒 但是那個是你的選擇 OK 當然你可以歸功回 不是我選擇的 其實上帝選擇我的 OK 不是我選擇的 是緣分來的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是你選擇這樣說 你選擇這樣理解 行不行 這個就是現代社會 你沒有辦法走下去的 就是一個必然的狀態 那所以 當你去賦予意義的時候 但是你要記住一件事情 一個健康的第九功就是怎樣 這個過程 是要不斷做 OK 是要不斷做 對了 你不是做完一次就可以的 人生的意義 好 我找到了 OK 拿著尋寶遊戲 這樣 拿著寶物 我找到了人生意義 因為抱著它可以過世 那件事情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它大概就不是真正的意義 所有的答案 都不是一成永成的 所有的答案都是階段性 甚至乎 那個答案你一找到 它就馬上不是 然後你要再找 OK 大概就是這樣 好像行山一樣 沒有終點的 你一上去 你可以休息一下 但是你又會再看到一個更高的高峰 麻煩你繼續走 OK 這個大概就是那個 健康的第九宮的狀態 你不會期望有一個所謂的終點的東西 是的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目標 然後去追逐 然後去挑戰它 然後 唉 終於到了 你立即就會發現 這個也不夠 我又有下一個 這種就是人馬座一樣的 那種冒險的精神 探索的精神 但是這個冒險和探索 並不是真的在說 肉身地 要去經歷什麼 就是玩鬼屋 那種 而是一種心智層面 精神世界層面的冒險 包括就是什麼 你就是能夠打破你人生一直以來建立的那個沉悶的劇本 OK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導演 我們全部都是奧斯卡金像獎的導演 我們為自己的人生編寫了一些的劇本 所以我們你可以去述說你自己的人生故事 不斷重現 但是直到有一天你覺得無聊 你覺得悶 你便會發現 喂 為什麼我故事來來去去都只能夠是這樣的 OK 譬如我那些很簡單的人生劇本的方程式 大家常常都會經歷的 就是 對某件事有興趣 對 然後覺得自己可以試一下 然後開始去試的時候 又覺得有些困難 然後有些打擊 然後就會發現自己不太適合 然後就否定自己 對 然後又彈回去本來的狀況 然後過了一段日子 又被某件事吸引 然後你又何處去嘗試 然後又是很多懷疑 很多否定 然後你又不是出盡力去嘗試 對 只是輕輕嘗試 我也是不行的 然後就縮回頭 OK 是不是很熟悉 對 關係層面一樣 對 有一段關係吸引你 有個人 對 你覺得他可以是 你生命的救贖 OK 是你的救世主 然後你 可能是朝鮮武 上千方八計 這樣 終於跟他在一起 然後很快很快 經歷了一段 所謂軍天動地甜蜜的日子 然後你會發現 魔法失效了 OK 為什麼當初 我對他的期待 或者那種 吸引力 好像不太有 然後為什麼當初 他變得這麼快 又或者我們經歷了一些困難 為什麼不能解鎖 然後就變了 可能是對方變心 或者所謂你變心 然後又重複在下一個 發展 發生同樣的故事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在工作層面 家庭關係 全部都是 你會發現 我們很多時候的劇本 是會重複的 OK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我們是一個很悶的導演 我們是一個很悶的編劇 對了 你只是看到一個 不斷重複的故事 你的世界觀很牢固 行不行 所以當你的世界觀很牢固的時候 然後 一個發展得不健康的第九宮 我們叫做一種很program化的 程式化的體驗 就是程式不是色情的程式 而是program的程式 對 很單一化 很標準化的體驗 你已經 那個生活你會覺得很沉悶 很乏味 OK 因為 因為 你的世界觀已經很牢固 你沒有開放一個被動搖 去被挑戰的一個空間 你的思想也變得很僵化 你對人生可以是怎樣 對了 譬如你很快就認了命 人生都只是這樣 沒有什麼可以追求 人生什麼目的 人生什麼意義 人生沒有意義的 人生唯一的意義就是 吃喝玩樂和等死 OK 你很快就接受了這樣 OK 你真的擁抱你的價值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 你 你不是真的相信 OK 所以你就活在一個 你自己也不太信服的劇本裡面 然後不斷都不斷都不斷都 然後你又沒有力去嘗試去 扭轉它 OK 對了 所以 一個健康的第九弓其實是怎樣的呢 健康發展的第九弓就是 你永遠有一種打破常規的力量在這裡 OK 對了 對你的世界來說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沒有什麼是不可以的 OK 譬如我馬上問你 移民行不行 不關香港現在的情景 你想去另一個地方生活 OK 行不行 對了 去一個英語世界行不行 去非洲生活行不行 去南美生活又如何 OK 去 一些第三世界國家 去做兩年這個 這個義工 行不行 行不行 如果立刻想像 不可能 這樣 那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你 你為什麼這麼覺得自己是不可能的呢 一個健康的第九弓就是 你不是說所有事情都有可能 不是盲目樂觀 當然人馬座是有盲目樂觀的傾向 但是你至少你想一下而已 現在大佬 你想一下而已 你思想上去一去而已 你立刻覺得要拿著自己不行 那你的制約也挺大 OK 退學不讀 休息兩年 行不行 OK 我退學不讀 我就打兩年籃球 行不行 我現在辭職不做事 我想像我過了一個我想要的人生 為什麼不行呢 我不是叫你做 實際做與不做 其實要做很多事情 但是這種思想上的可能性 你連想一下 你都覺得 哎呀不行啊 這樣不行啊 這樣就反映的是什麼 反映的是你的劇本 非常牢固 行不行 你競定了我 我的人生 只是一套很沉實的 這個很生活性的紀錄片而已 這樣 是啊 我的人生不會有什麼 那些事情發生的 這些事情太刺激了 這樣 為什麼呢 我重申一次 我不是叫你做 而是 為什麼你一定覺得是不行的呢 所謂的打破常規的能力 就是這個意思 當你面對這些可能性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做 但是起碼你有這個心理上的空間 去容許多一些這些事情發生 當然不一定要很刺激的 反而待會兒 如果你的常規 就是要走走滴滴 一年去三次旅行的話 那我現在給你的 有可能性就是 我們靜收一年 分離 躲在一個山洞裡面 不准和人說話 過一個非常清ifica 黑苦的生活 對 好像達摩祖師一樣 三年面的 我現在不用走三年了 一年而已 這樣 行不行的呢 立刻想說啊 我一定不行的 我正在死定了 那是為什麼的呢? 為什麼的呢? OK? 你本身是很混亂的 那我現在叫你過一個比較整潔的人生 試一下 你馬上覺得自己是不行的 為什麼這麼容易就認定自己不行呢? 那大概的第九功是出了點事的 OK? 那一個健康的第九功就是 你可以有這種打破常規的力量在這裡 有這種隨時換模式 OK? 我隨時換的 就是我可以換到的 有這種能力在這裡 就是你不一定可以試一下嘛 是不是? 當然有實際困難 沒有人說你一定做到的 但是試一下而已 OK? 就是這樣了 根應嚴重的問題是 我們覺得試一下好像要你死的樣子 讓你吃東西的樣子 你認定這個不吃那個不吃 當然你真的身體不行 會過敏的那些什麼都好說 但是你試都沒試過 然後這麼快認定了 我這個喜歡這個不喜歡 OK? 然後就好像去旅行那樣了 你就是去參加那些豪華旅行團 吃買玩睡窩 你去來做什麼呢? 你去到到處都可以做同樣一模一樣的事情 不斷重複 不斷複製你自己 OK?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 年老了 不是你的年景 是你的心境 這個可以回到昨天我們說公其進 蘇菲的狀態就是這樣 OK? 心境的年老 就是你再沒有辦法 有一個如雨的空間 去接受新的事物 去接受你自己的生命的不同的可能 而你認定了自己 只能夠是這樣的認命 並且不斷重複 不斷去複製你自己 這個就是生命裡面的悲哀 OK? 年老本身不悲哀 就是人人都會老的 但是心境的年老 未老先衰 這些東西是悲哀的 行不行? 所以一個人去年齡可以很老 但是心境可以很年輕 你說到尾就是一種這樣的能力 你有幾快判自己死刑 我不行的了 這樣 還是不是 不是的 你信心滿滿地 朝夕勃勃地試一下而已 沒有說一定行 但是為什麼不 試一下而已 當然有一些東西試起來有代價的 就是說試一下跳樓 這樣 那你人生試了一次之後 你什麼都不用再試 這樣 不等於愚昧的 有智慧 有國之地 的一種的 打破常規 創新的能力 就是一個健康的第九弓 最重要的一種力量的所在 OK? 因為我們去到第九弓 你已經建立了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你在頭六弓會比較少說 因為你頭六弓是發展階段 但是去到七至十二 反而你要問的就是 你一些既有的東西 是在幫助你 還是在限制你 所以去到七至十二 很多時候強調的就是 你要怎樣保持一種彈性 保持一種心理上的空間 你已經有些東西不會沒有了 你真的屬於你的東西 怎麼會飛走 老實說 OK? 是不會的 但是你怎樣 不是被那些東西去限制 行不行? 所以 用一個比喻來講就是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來到世界上的時候 我們都是 什麼都沒有帶來 OK? 我們都是 衣服都沒有穿 我們都是決然一生地來到這個世界 但是在我們成長的過程裡面 你很快很快地就會對很多的東西 進入了你的世界 你會覺得習以為常 你會覺得那個才是世界 那些才是正常 OK? 譬如我之前 我不記得我那次的時候 已經講過了 對我們這一代的人來說 對你來說 什麼是正常 對你來說 就是扭開水喉就有水出 OK? 按夏天熱的時候 按著電鍵就有冷氣攤 然後任何一動的結束物 一按鍵一定有升降 但是對你來說 這個是正常 OK? 要你暴行的話 超過十分鐘的暴行 對你來說 已經是覺得不合理的要求 這個就是對你來說的正常 但是你想像 你早三四十年的人 已經不是這樣 我那一代的人 已經不是這樣 早我二十年 那些更加不是這樣 我跟同學講過 我小學的時候 才開始 家裡有冷氣 上到中學的時候 我家中學都沒有冷氣 好像去到我中 不知道中四 還是中五的時候 才開始全校裝冷氣 但是對你們這一代來說 沒有冷氣 就叫你死 一樣的 是不是? 我經常上課的時候 大哥 那天二十一二度 你隨便生氣 真的這麼熱 一定要開嗎? 但是大家就是理所 當然一下就啪著 開到十七度 OK? 然後我經常站在白板的位置 吹到我 我不是很能吹 吹到我的頭 我上到中間頭痛 不行了 大家可不可以升一升 我真的受不了 是經常都會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 然後大家 要你走幾層樓梯 會要你死 那樣 你寧願在下面打完蛇 鼻子就等了 我不要乘機抽大家水 OK? 不要說這些學校話 但是這個是現代人的問題 來的 對以前的人來說 你為什麼香港這麼多堂樓 雖然現在經常都開始有些重建 會拆了 這樣 對那個年代的人來說 走五六層樓梯 是 理所當然是一個基本勞動 是嗎? 也是一個機會 你要鍛鍊一下你的腳骨 是嗎? 即是你上班 做事是這樣的 走兩步都不行 你說要光復些什麼 不是吧 但是你死死下 就坐電梯了 OK? 那 為什麼一定要是這樣呢? 隔電梯壞了 或者不可以等下 好像要你去死 沒有冷氣 要你坐電梯 要你走半個小時 要你去死 為什麼是這樣呢? 這個就是大家的習以為常左的世界觀 行不行 這個是世界觀來的 你可以想像 對一個非洲人來說 他是非洲長 但是他會不會有這個世界觀 是完全不會有 我不是說你那個錯 我是說 你要意識 你現在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 是有它的物質條件的限制 是只是屬於你 只是屬於這一代 只是屬於這個時空 你換個地方已經不是這樣 你換個時代也不是這樣 而你的世界觀 和那些人的世界觀之間 並不是一個對與錯的關係 明白嗎? 不是一個對與錯的關係 世界觀與世界觀之間 只是不同地去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 而你那個 並不是理所當然 不是錯 但是 不是理所當然 OK? 第九宮的主題 其實就是要我們去明白這件事 當你真的具備這樣的體驗的時候 其實最有效地發生這件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去旅行 OK? 就是去旅行 而那個去旅行的意思 是說真的 你容釀自己 去一個與你本來身處的文化 很不同的地方 當然我們不可能是時空旅行 就是我們不說太多的 現在很Hit那些 就是天能我是一個 我是 大部分影評人的意見 我都是一套垃圾 OK? 所以我是 但是不要說電影 覺得不好轉頭 所以 這個 你不可能是時空旅行 但是你可以在空間上的旅行 但是空間旅行就是 譬如你 你現在這裡有空旅行 你就去一個沒有空旅行的地方 你這裡有空旅行就去一個沒有空旅行的地方 對了 你去一個我們叫做 即是你不論你現在這裡有什麼 是很理所當然的 這裡一定有車 你就去一個要騎馬的地方 要走路的地方 行不行? 所以那些就是一個 令你去 你去 去體會一個 不是這樣的世界 的世界 在那裡 人人都不會開冷氣的 在那裡是人人都不會坐車的 在那裡是人人都不會坐車的 在那裡是人人都沒有空旅行的 你所覺得理所當然的東西 在人人眼中是匪夷所思的 行不行? 那你一旦這樣體驗過 並且你就會明白 其實真的沒有對錯 兩個都是世界來的 那然後 你就變得更加自由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自由就是 你不是老鳳地 覺得一進一間屋 就要噴上冷氣鍵 這個就叫自由了 你的身體真的不行嗎? 是不是真的熱到受不了 你有沒有給機會 給空間自己去感覺過? 我不是說要很愚昧地 或者很綠色的那種 就是我們怎麼都不開冷氣 我不是想說 林超英那些 我不是想說這件事情 我是想說 如果開冷氣 對今天我們這一代的人來說 是一種理所當然的話 我們可以去反省一下它 我們可以把它視為沒有那麼理所當然 我們可以嘗試放下它 就是試一下 OK? 就是試一下 我是想說這件事情 然後你會更加有一種 真正的選擇的自由 因為你明白到 那個是你的世界觀 而你的世界觀不是唯一 你可以去經驗一下其他人的世界觀 嘗試進入其他人的世界觀 當然這個去旅行 去交流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但是不是唯一的方法 另一個第九宮也相關的主題 除了遠一點的旅行之外 就是讀書 特別是高等教育 OK? 那所以 通常在講大學階段的學習 就是屬於第九宮主觀的範疇 但是為什麼呢? 亦都不保證 因為大把人讀完大學 都是一塊屎一樣 又或者 他的思想世界 精神世界 世界觀 是沒有經驗任何的衝擊的 他進去之前 已經是想著錢錢錢錢 進去就是讀一些東西 就是錢錢錢 然後沒有跟錢沒有關係 那些東西就不讀 就是隨便滾過 我只是為錢而已 他一早已經想定 他沒有打開自己去任何做的轉變 但是讀大學讀得通的話 通常都有一種東西可以發生 就是 你整個世界是不同了 OK? 知識的學習 你真的打開你自己 去被那些東西撞擊你的時候 你整個世界 整個世界的看法是會不同了 所以為什麼高等教育 亦都能夠扮演這個角色 而只要你開了這道門之後 你就可以跟不同的世界觀對話了 OK? 讀書 做學問 就是能夠讓你可以進入不同的人的世界觀那裡 去到檢視這個世界 不同的學科 也是代表著不同的世界觀 所以讀大學很講求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通 你不只是專門讀你的科 你什麼都要去試一下 你是讀開文學的 我要你從一個科學家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 你是讀開會計的 麻煩你試一下從一個護理院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這個就是高等教育可以給予我們一種學習的需要 所以高等教育 長途旅行 它有什麼共通點? 你就這樣看風馬牛不相及的 是不是? 就是為什麼會同一個工位呢? 但是你明白了它背後這個原則的時候 這個工其實是在說什麼? 你要明白的 它在說的是一種這樣的意思 你就會明白這些事情 為什麼能夠串在一起 行不行? 就是這樣 所以 一個不良好的第九工就是什麼呢? 就是 你將你的世界觀當作世界的本身 OK? 這個有點深的 再說一次 一個不健康的第九工就是 你將你的世界觀當作世界的本身 所以 這個世界和你的世界觀是有距離的 這個世界是獨立的 不同世界觀是理解這個世界的不同的方式 OK? 那麼你多幾個世界觀就像核子摸象一樣 大家都是摸一下摸一下而已 那你摸到的就是全面一點 對 你摸到的就是 核子摸象的故事大家聽過 你摸到的就是核子摸象那裡 有人說是很軟的 有人說是很硬的 有人說是很粗的 有人說是很幼的 有人說是很平的 有人說是怎樣的 每個人都對的 沒有人錯的 但是你摸多幾下 你就摸得全面一點 行不行? 有人說 葉子這麼說是否集業為常買不到樓 是的 自己問是不是思想差異 不是很明白你說什麼 什麼思想差異 就是 是一種世界觀的差異 世界觀的差異 看這個世界的方式 你可以想像一個會計的角度看這個世界 和一個醫護的角度看這個世界 很不可能是一樣 當然是不同 完全不同 是不是? 你從文學角度切入去看這個世界 和用一個科學角度切入去看這個世界 它沒有矛盾的 但是很不同 行不行? 我經常給同學舉一個例子 你看到一塊葉 跌下來這樣 那你會看到什麼? 這個就是世界 這個就是現象 但是你怎麼解釋這個現象? 那你用生物學的角度 你不是說一下 新陳代謝 譬如現在秋天 這個樂業 其實是一個 在對棵樹來說 是一個怎樣的行為 就是 你用生物學角度去理解 OK? 那你用文學角度會怎麼理解? 杜甫怎麼說呢? 杜甫說這個 落紅不是無情蜜 化作春泥近湖花 OK? 你不要覺得朵花飄下來是很無情的 因為它可以化作泥土 來滋潤那個土地 其實它才是有情的 這樣 歐陽修說這個 淚眼文化不如 亂紅飛過抽籤去 這樣 那你說 科學家你會不會說 喂 歐陽修你錯了 這棵花沒有情感 這樣 你會不會這樣爭 無聊 根本不是說的同一件事情 OK? 根本不是說的同一件事情 它是說的同一個現象 但是文學角度和科學角度 就是不同的世界觀 你說誰對誰錯 傻仔才問這個問題 哪哪是對同錯呢? 兩個都不是對 兩個也不是錯 兩個都是在看同一件事情 但是兩個不同的角度和觀點 OK? 那你可以想像 在一個魚龍自然狐狸處那裡 去看一把葉跌下來 他看到的是不同的事情 你是一個數學家 你看到的也是不同的事情 那你讀書 你認識多些不同的人 和多些人交流 深度的交流 你就會明白到 原來每一個人 他都是帶著自己的世界觀 這個就是第九宮的主題 而做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讓你去意識 你本來已經有的那一個 並不是唯一 OK? 好 看看大家說什麼 卡華文 如果太容易迷失在別人的價值觀 自己沒有原則 不懂得選怎麼辦 這個也是一個發展不良好的第九宮 你就會變成什麼都不是 OK? 你變成什麼都不是 是啊,我很開放的 我什麼都聽一下 但是你就會變成一個機會主意 你懂得跳來跳去跳來跳去 你其實並沒有自己的看法 健康的第九宮是怎樣呢? 你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 你的自己的看法具備一種開放性 你不是鐵板一塊很實在 什麼都動不了的 健康的第九宮就是 我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他具備生命力 具備開放性 這個劇本是可以不斷地改的 OK? 但是你那種情況是沒有劇本 我什麼都不是 我爛泥一坨一坨 大家說什麼就什麼 這樣 這些不是叫開放 這些叫賴皮 或者這些叫做 就是虛浮 這些叫做 好,有同學問 看阿凡達的那句話 你沒辦法再加水 給一杯滿了的水 是啊 所以如果你太滿的話 你就 你還是要加一個大一點的杯 你還是要倒一點 你還是要倒一點 聖見是不是一樣 是啊 任何看法都是一樣 任何看法都是一樣 這個是我的觀點 OK? 好 看看大家還有沒有什麼想說 對了 那 舉一些例子 很快就這樣 比如火星在第九宮 你的世界觀可能會傾向於 比較狂熱一些 我們叫做 比如土星的 你會比較容易相信一些 這個世界是很實在的東西 沒有什麼太形容上的東西 或者你會容易感覺到這個世界比較艱難 你的世界觀 如果你是雙魚座 或者海王星 你會比較相信 可能是奉獻精神 是很重要的 對這個世界來說 你會這樣來理解這個世界 這個就是 恆星和不同星座公投 坐落在第九宮的時候說一下 那一樣的 OK 好 時間還有一分幾鐘 對啦 下次就應該說第十 對啦 星期五有紀錄教 星期一有宮崎盡 對啦 大概就是這樣啦 那 今天不開過新了 因為 因為我飯都沒吃 那所以 哈哈 我明天下午就要上課 所以 明天下午就要上課 那所以 今天就到這裡先啦 那有什麼問題 DM我 PM我 OK 短片沒辦法上Youtube的 好 今天到這裡先啦 拜拜